喂 你在哪儿 我想见你 有事吗 有 有一样东西 我要还给你 还给你了我就走 不会打扰你 我在俱乐部 在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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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的 在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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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一个 在俱乐部 在俱乐部 我 思雨 你现在有时间来趟我这儿吗 我把位置发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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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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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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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打头打后 对 来 来 来 自己 继续 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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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洣悦 正屋 下屋 下屋 五少 下屋 下屋 中拳 Maz 欧阳 来了 有事吗 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思雨又不是外人 有什么就说吧 那个 我去喝点水啊 来 慢点 怎么了 这枚戒指 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 它意味着 我们两个人 会永远在一起 相守 相爱 但是你食言了 它现在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想耽误你几秒钟 请你把它摘下来 从这以后 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也许是偶然 心跳有些荒漫 也许是偶然 怎么会开始 期待你出现 装作不在意 偷看你一眼 我藏起了 对你的一脸 无忍间发现 心被你填满 无忍间发现 小心的试探 寻找着答案 像漂泊的船 渴望能靠岸 在大风雨里 也不能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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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为你放弃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一看 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 再也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相守在你的身边 追去浮华的简单 直到永远 潜在我的身边 我们招待 都终着你 然后去月 走在你身边 乱空的目标 你真在跟我说 但你走在人群中 多么孤单 又我们走在人群中 假装你很勇敢 你是我的爱 挺高的终点 让我做你 一封的港湾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总像游戏一样自然 享受在你的身边 推去浮华的简单 是他永远 感谢观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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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你 欧阳 我还没下暴雨了 你 我还没下暴雨了 你 你 对 对 教理 欧阳 我担心你还搭不到车 我送你回家 你 怎么办呀打不通 把你出事了怎么办呀 梅雅 梅雅 也许是偶然 心跳有些黄泛 欧阳 我现在这么晚又打不到车 你想让他被淋死吗 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他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欧阳 对 没有 也不能阻挡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享受在你的身边 开门 追追复化的简单 迟到永远 上车 护士 护士 他怎么样 患者是肺部感染 还好你们送来得比较及时 如果再这样烧下去啊 后果很严重 他现在啊 一般的消炎药引起不了作用了 我们给他打了有针对性的消炎药 很快就会起效果了 谢谢 打完这瓶告诉我啊 还有四瓶要打 好 欧阳 不论你之前和林美雅发生了什么 毕竟他现在病了 我们理应留在这里照顾他 放心 我不会介意的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等我 那朵 他说我最后来这里 没迅速 您 那朵 请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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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也想 JUST 董事长 你们要在雨中晕倒了 现在医院 最无本人 严重吗 已经上了点滴了 很快就能退烧 把位置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最不希望你受到 伤害的时候 最不希望你难过的人也是我 但是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去面对你 我不敢看你的眼睛 我不敢跟你多说一句话 我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 相比告诉你真相 我宁愿意恨我 我宁愿意恨我 但是现在看来 是不是做错了 你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哥哥守着你 一龙 董事长 欧阳在呢吗 对 刚才徐思雨出去帮欧阳买饭了 你到车上等我 好 爸 小雅怎么样了 她没事了 你陪陪她 我去当卫生间 小雅呀 爸爸陪你 你不用怕 我会让你有事的 你怎么来了 我该问你啊 你儿子的女朋友病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小点声 病人需要休息 别那么大声好吗 咱俩出去说行不行 病人 那我非要在这儿说 最好这位胡理晶小姐 能够醒来听听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 我胡说八道 你刚才小手拉得够显熟的呀 对呀 先到外面 再来到外面说好不好 要不是有人把这张照片发给我 我到现在还蒙在鼓励 这是医院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走到外面 你干什么 你撒手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干什么 我就要在这儿说 你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就当她的面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干什么你 你松开我 你干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就要在这儿说 你松开我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怎么回事啊 你干什么你 你能不能小点声 你这是干什么 过来过来 你进来 进来 你放开 靳远 你过来 你听我听我听我听 你闭嘴 你太恶心了你 原本我在想 欧阳被那个狐狸精迷得 五迷三道的 怎么突然就分手了 我以为是他醒悟了 原来 是被政大养到的亲生父亲 把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 欧长林 你太不要脸了 你这把岁数都可以当他罢了 齐云 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 你不承认是吧 好 我现在就去找这个狐狸精 我让他尽口承认 他为了上尉不择手段 竟然勾引自己男朋友的父亲 齐云 你听好了 你手机上那个人 不是林美娅 是林美娅的同胞姐姐杜若南 林美娅的原名叫杜若亚 这一对姐妹 是杜晓月和我的孩子 当年 小月离开的时候 她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但她自己并不知道 小雅生下来 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小月无力一致 只能把她送进孤儿院之后 她便带着若南远走他乡 而小雅 则被林治国收养 改名为林美娅 她 我知道你不敢相信 我已经和若南 做了亲自鉴定 这两个孩子 确实是我的亲骨肉 齐云 我不是故意瞒你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我 欧阳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但她选择了独自承受这一切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不想算把这事情告诉林美娅 怕她受不了 好 社会女孩 还需要 agram 使王 在儿子iden 坏在你手心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题 这就是你跟我在一起的原因吗 这就是最快让林梅娅死刑的办法 我还自作多情地以为你喜欢我 对不起 思雨 我不想伤害你 我是真的想跟你试一试 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愿不愿意接受 对不起 即便我知道你这么做全都为了林梅娅 即便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 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拒绝你 欧阳 我也是个有骄傲有自尊的女孩子 我并不是对谁都这个样子的 我为了你 从法国休学回来 我为了你甘愿去做林梅娅的胃胎 那倒是因为我爱你 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爱上了你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伤害我 思雨 林梅娅是我的妹妹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会好好努力去爱你的 我会好好努力去爱你的 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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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会让你来 them 你每个月的日子 都会让你爱上我的 你自然而非都会让你爱上我的 你最好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黎叔 醒了 我怎么在医院里啊 慢点 感觉好点了吗 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那为什么还要跑到俱乐部去呢 就算去 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去 昨天晚上 我是去给欧阳还戒指的 回来的路上就下雨了 我想过给你打电话 但是我的手机被水淋坏了 后来 后来你就晕倒了 是欧阳还有徐思雨把你送到医院里来的 太丢人了 我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她抗大门小银药 医生说她已经没事了 她就交给你了 一点都不丢人 一点都不丢人 我反而觉得你很勇敢 面对每一段人生经历 你都能有勇气去向她告别 这一点我都要向你学习呢 真的 林梅雅 你这个大傻子 你在我哥俱乐部怎么都能让自己 林与林到住院呢 你怎么不给我哥打电话呀 你让工作人员给你派辆车 把你送回来 或者你干脆就在那儿开个房住一宿 今天早上再回来呗 你就别说我了 我在那个时候脑子根本就转不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就应该告诉我 我陪你一起去呀 我听我哥说徐思雨那个贱人也在 这欧阳怎么换路出来呢 他以前从来不让女的 陪他一起去俱乐部的 说够了没有 妈不是让你带饭来的吗 我跟你说 要不是今天早上妈 一直跟我叨叨叨 我早就来了 你俩都坏了吧 这个是妈特意为你们准备的 爱心早餐 还叮嘱你们一定要全部吃光 我给你们放这儿了 我走了啊 你们去哪儿 你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妈还交代了 说你们俩一起共进 爱心早餐的时候 我最好消失 有多远滚多远 所以我现在要滚了 请慢用 等一下 那你去车里等我吧 一会儿带你俩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赶快消失 请慢用 再来 等一会儿 你先去哪儿啊 看我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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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带我们来的地方就是老店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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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小雅 黎东给咱的老店盘回来了 行啊你哥 你也太浪漫了 我都快哭了 小雅说 因为我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我不能 我最不喜欢听到你说 可是这两个字 所以请你不要先拒绝我 我这么做 也不单单只是为了 你们家店在这条老街上 风风雨雨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我相信不单单是你 对他有感情 所有吃过你们家店 小龙虾的客户 都会对他有感情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那些 怀念你们家味道的老街坊 老邻居们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希望看到林家排档 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那么的温馨 那么的热闹 味道那么的美 对吗 我把这家店盘下来的钱 就当做是 对林家排档的投资吧 这样 我出钱 你出技术还有管理 你呢 占这家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每个月的月底啊 我会亲自来查账 到了年底 你还得给我一份最终的年终报表 还有第二年的工作计划表 你觉得这样 你可以接受吗 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喽 好了 那从现在开始 你正式是林家排档的大股东 你有一票的最终否决权 那么 那 祝我们合作愉快 行了 行了 是不是还得放炮啊 土豆 对对对 我都忘了 吉时日到 快放炮 好 如果我们のは 你做得好 对吧 就有点再做 小葱 好 跟我来 你都没有来 你都没有了 就有变得好 你也有变得好 对吧 这段时间 我禁锢着忙我自己的事情了 都没有来陪你说话 你不会省我的气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咱们的大排档 被小黎叔给买回来了 而且临时大排档的牌匾 现在又挂回去了 小黎叔他说 这一切都算他入骨 其实我心里知道 他这么说 只是怕我心里难受 才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 还有 爸 咱们家的房子 小黎叔也给要回来了 还有你现在的护工小齐 也是小黎叔给找的 咱们现在呀 真的是欠小黎叔太多了 不过 爸 你放心 这些钱 我将来一定都会还给他的 虽然我现在失业了 可是咱们还有大排档啊 我和土豆 一定会好好地把大排档 给经营下去 我和土豆 我和土豆 都会让他回来了 我和土豆 都会让他回来了 我和土豆 都会让他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身体好点了吗 前两天你发烧 我挺担心你的 谢谢你们那天送我去了医院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如果不是因为欧阳 我们俩还会是最好的朋友吗 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事 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忙 那我先走了 梅雅 你能坐下来 听我把话说完吗 这段时间 我真的很难过 我时常会想起 我们两个在法国的日子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我希望你不要怪欧阳 他是有苦衷的 欧阳选择瞒你 是怕你知道真相后承受不起 所以他才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来保护你 但是我觉得 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你就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 有什么意思啊 前段时间欧阳忽然消失 你一定想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他去了泰国 去找了杜若南 你的同胞姐姐 你的同胞姐姐 并且把他带回来 跟欧伯伯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为游学员关系 梅雅 你和杜若南 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 你和杜若南 有杜若南 我有 Kings 书 che 你真的没有必要 编造这样的谎言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往后 我是不会再纠缠欧阳的 这不是谎言 就算是撒谎 也是你爸爸在撒谎 这是林叔见欧伯的那天晚上 亲自告诉欧伯伯的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问杜罗兰 他现在就住在欧家 欧伯和欧阳选择瞒着你 是怕你知道真相之后 可接受不了 欧阳还特意叮嘱我 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不告诉你的话 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 那呀 你不再是孤儿了 欧伯伯是你的亲生父亲 而欧阳 他虽然跟你同夫一谋 但他也是你的亲哥哥 我知道 早无农人 其实我觉得走错的路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刹车 其实心情比爱情来得更长久 其实心情比爱情来得更长久 想一想 有欧阳这样的哥哥也是挺好的 我都有一点儿记得你了 我都有点儿记得你了 眼纷真的很奇妙 我相信 没有人在爱情面前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的内心 我知道 我之前伤害了你 没有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 来做最好的朋友吗 我说 你 和杜若南 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 可算我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就赶紧坐下来吃点东西 刚才你们光顾着喝酒了 都没吃多少 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分手吧 于清于理 我这个做儿子的 在这个时候都不能跟他做对 总之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从今天起 你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叫我 去我的地方 我在说 你我去干嘛 你去干嘛 要你去干嘛 去干嘛 去干嘛 妈她怎么样了 妈她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 我也挺好的 放心吧 都好着呢 喂 好 好了 好 那我们是学生 好 好刚才 我乖了 好棒 我忘记了她 加油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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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 出手 不僅上 呼 小姐 今日 喝假酒上头啊 还是有钱好啊 这要喝以前 咱哪敢做卡座呀 那都是一人一瓶小喝酒 拎着在舞池里边 就晃一门的 这要喝没了 还得再去倒点水 那现在呢 整瓶的XO 我拿着吸管喝 你少喝点 伤还没好利索呢 苏南 我就知道 你还是挺心疼我的 随便行 百姓咱俩位置 我是你姐 你是我弟 有的没的别老乱信 可是妈都把你托付给我了 别老妈妈了 那是我妈 不是你妈 妈 您在上面都看见了吧 我跟苏南现在挺好的 我们现在有钱了 不用过苦日子了 明天在上面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我替我打香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思雨告诉你的 我只是 觉得这件事你不知道有些好 你打算躲我一辈子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就知道 你在分手的时候 跟我说的那些狠话 都是骗我的 说明我没看错人 虽然老天 跟我们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但是好在 我们错得不那么离谱 这一段时间 我想了无数种 你跟我分手的理由 唯独没有想到的 却变成了事实 却变成了事实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 要那么决绝地跟我分手 好吧 就让一切 对 回到 咱们在飞机上 拿错箱子之前吧 你还是那个 桀骜不驯的欧阳 我也还是那个满怀热情的 林美雅 思雨也没有帮我换头等仓 我没有想到 即便我们两个人 即便我们两个人 真的在飞机上遇到 也只是打一个照面而已 这样 你觉得好吗 而你 原本就是要去思雨的 你们门当互对 命中注定 就是要在一起的 思雨很兴奋地 把你介绍给我 我依然会很激动 但那只是因为 我之前在网上 看过你太多花边新闻 看到你 我还是会很兴奋 我会很兴奋地告诉你 在法国 你差一点撞到的那个人 是我 我还会很兴奋地告诉你 曾经我们两个人 坐过同一把飞机 但是私底下 我一定会很严肃地 去提醒思雨 让她一定要小心 那些网红和模特 你觉得这样 好吗 好 好了 现在 我们两个人的记忆 都被我更改了 欧阳 你一定要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 我走 今天 虽然 我还好 放弃了 对你的一脸 忽然间发现 心被你填满 小心地试探 寻找着答案 不过我们能活着出去 想漂泊的船 我就告诉你 好 那我等着 也不能阻挡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眼看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享受在你的身边 一群俗话的简单 直到永远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干人事部签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合同 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行政助理 负责你工作上的一切大小事务 你别跟我闹了 我没跟你闹 怎么 欧总不欢迎啊 欢迎 欧总 这个是今天和明天的行程安排 请过目 欧总 思雨 你坐 怎么了 你去找林米娅了 她来找你了 你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她 你不觉得 她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吗 她是个成年人 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况且只有知道真相后 她才能迅速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们两个也好认清彼此之间的关系 回到各自正常的生活轨迹当中 我这样做 有错吗 没错 没错 那就好 她是你的妹妹 我是她未来的嫂子 以后呢我们两个人都要对她好 你工作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她们家还有电梯呢 她们家还有电梯呢 杜晓月是你的亲生母亲 是 李梅雅是你的同胞妹 是 你现在住哪儿 酒店 怎么能住酒店呢 你是我长林的女儿 她家大业大的 怎么也得有你一席之地啊 这位是 阿姨你好 我叫苏子杰 我是若南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那也一起住过来吧 好啊阿姨 之前家里很冷清 你们搬进来说不定会热闹一些 我这就让他们收拾出两间房 你们今天晚上就住进来 好 好 这样也好 只是希望你们 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因为李梅雅之前和欧阳的关系 她的养父 现在又昏迷在医院 所以出于保护她的原因 我和欧阳商量出来的结果是 不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等将来时间治愈了一切之后 我自然会公布的 所以若南这一边 暂时先委屈一下喽 我无所谓 就是 最近不能去找梅雅 自当您来了以后 还没有见到她呢 是不是 叔叔 见不着也没事 这不还有我呢吗 我陪着她呢 好 好 你瞧瞧 这都烙上家常的 若南子杰 你们别见外 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 好 我有事先上去了 阿姨您慢点啊 阿姨再见 喝点水 喝点水 这也算有一席之地啊 不过你说 他们家这么大的房子 就给你这么小一窝 真扣 有个地儿住就不错了 你要愿意在这儿住呢 你就住在这儿 你要不愿意在这儿住 你可以滚回酒店 我住我住我住啊 咱现在也算是住进来了 我才刚反应过来 你现在是欧若南了 你再也不是那个 跟着我四处坑蒙拐骗的 杜若南了 你才坑蒙拐骗呢 刚才你也看见了吧 你那个后妈 完全是画骨绵掌啊 那阴狠的内力 完全隐藏在温柔的笑脸之下 我看见她我才明白 那后宫里边 最狠的皇后啊妃子啊 是什么样 我刚才我都觉得冷 你不觉得冻的话吗 你冷吗 我看你刚才 阿姨你好 阿姨再见 你不是挺热情的吗 我那不是为了你们俩 将来的关系 能处得好一点吗 那现在懂点事 也不算吃亏 对不对 你就是骨头太硬了 你真的该去学学 那个画骨绵掌知道吧 我是欧长林的女儿 我又不是她女儿 这是她家 也是我家 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 行 那我就踏实住着吧 你干吗呀 还不让人躺会儿 你还不赶紧回酒店 把咱俩行李拿过来 得嘞 我这就去 得嘞 我这就去 妈 你没事吧 晓睿 从今天开始 你放弃退出欧时的念头 欧时还得是你的 听到了吗 我会做什么 你感觉很容易 你会做的吗 我会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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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的事 杜晓月是你的亲生母亲 是 莉美妖是你的同胞妹妹 是 这二十年来 我的心中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 它的根深深的榨进土里 它的枝叶为我遮风荡雨 但也正是这棵树 挡住了我头上的那片天空 于是我不惜将那棵树连根拔起 心中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黑洞 我本以为我可以用欲望再次将它填满 但是那里却早已是冰冷刺骨 存草不胜 我苦心积虑忍辱腹中了那么多年 到头来 老天却跟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我以为我飞上了天 可是一转眼才发现 在我拔掉那棵树的时候 后果就一心掉进了那个绅士的黑洞里 我想到再爬住了 却再也找不到那棵树了 行了 你也上去休息 我先买那吃的 晚上想吃什么 牛排沙拉吃腻了是吧 咱们晚上吃火锅吧 好吧 吃点辣的 喝点冰啤酒 来 咱们今天吃冰激凌好不好 别管胖不胖的了 今天好好吃一下 你会不会后悔啊 你会不会后悔啊 我后悔什么呀 逗逗转转的 才发现当初被你甩了的女人 才是欧家的亲生女儿 是为了 那是你 你还不会让你甩了 我让你甩了 没有 那这是你平方的 还有死 我 你不要说 你快排会 你也在家里面 你也带死你就是我 我都打开你 我今天都打开你 你吃过副戾酒 资酒 你给我倒开你 你干吗这么激动 我也就是自嘲罢了 你不觉得我现在很可笑吗 我激动是因为我 我为你不值 你为欧家做了那么多 付出了那么多 结果呢 他欧场地现在冒出了两个死生 你刚刚看没看到他对杜尔兰的样子 你看没看见他对杜尔兰的态度 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对你呢 你难道自己 你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吗 好了 我现在有你啊 还有宝宝 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完整的家 他们之间那些恩恩怨怨的 跟我也就没有关系了 我现在呢就想宝宝健健康康的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给他满满的爱 这不就足够了吗 其实 我不够惨 欧阳比我惨多了 她跟林美雅马上就要结婚了 才发现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 不过你跟林美雅也真是有缘分啊 之前呢 我还在担心 她会成为我们的弟兄 这样你们两个人见面就尴尬了 现在可倒好 直接生几位妹妹了 现在可倒好 不瘦了啊 上去休息吧 我去买东西 去吧 杜晓月是你的亲生母亲 是 李梅雅是你的同胞妹妹 是 你现在住哪儿 酒店 怎么能住酒店呢 你是我昌林的女儿 她家大业大的 怎么也得有你一席之地啊 我希望你脑子能够清醒 重新审视一下你们俩的关系 你能确定 不是被爱情而重回了头脑 我确定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如果和你在一起的同时 还和那个林敏雅 不清不楚 那我就要提醒你 你可能是看错了人 我这个总裁在下次股东大会的时候 将要卸任了 离开管理层也是早晚的事情 那你就别卸任哪 总裁是大家选出来的 谁有本事 谁能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利益 谁就有资格坐在那个位子上 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 全是欧阳向林美娅求婚的照片 他们两个应该很快就会结婚了 在想什么呢 你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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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